遲了直播 壞事當好事辦 又讓我說到這宗新聞 OK 我看到剛剛有這個報道 好了 721白衣人再判一個 四年零三個月 叫程偉銘 程偉銘 OK 先弄個樣子 OK 好 之前 整宗721事件 現在暫時拘捕了十個人 撐你的肺 拘捕了十個人 好笑 警方辦事能力高效到很難相信 十個人 當你連Facebook說一句 哎呀 活該你死 你也拘捕了 Facebook說一句你也拘捕了 TG說一句你也拘捕了 連登說一句你也拘捕了 有樣子 拿了武器 打人的三百人 我不需要你拘捕了三百人 你坐地拘捕五十人給我 對不對 還有這件事怎麼會沒有組織 啊 整班白衣人 做什麼 屁股人 哪個組織 哪個帶頭 是不是 有沒有內應 為什麼 為什麼 這些案子 不搞得大的 一搞得大就麻煩了 喂 不用說 馬上請警察出來作供 為什麼當時警察怎樣部署呢 為什麼保安中心不聽呢 為什麼萬幾個call都不來 不到場呢 喂 打了很久啊 喂 是七八 七八 驚訝有人聚集 有人打 搞到凌晨 搞到幾個小時都不來 最後到場 三十九分鐘 如果沒有記錯 我一定是三十六分鐘 啊 半個小時 整個街頭打到 在地下戰略打到爆肛 直播了 半個小時才到現場 因為上環那邊用了很多人手 是不是 好了 總之現在就交到人頭出來 那 那 法官呢 就這樣說法 首先他確診了肺炎 最後 原來又不是 是行政出錯 經懲教署了解之後 是如期押到庭上 可以的嗎 玩泥沙 現在 一度收到訊件 說他是確診了 然後經懲教署了解 行政出錯 你這麼多出錯 這個周星馳 周星馳 向周星馳致敬 那個你又記錯 這次你又記錯 這麼多記錯 哇 法庭文件 確診怎麼會搞錯 這些文件 是不是搞笑 好 有理 OK 好了 跟著呢 就 就 官就說他只參與了第二階段的 暴動 暴動 然後閉路電視 他10點58分 加入元朗站 11點07分離開 歷時就9分鐘 8至10分鐘 那 官都認為他是積極參與 但不是主導角色 他接納辯辯方之前的求情幽默所言 他遲到早退的一段 這個幽默 我不知道是法官說 還是獨媒自己加下去 這個幽默是有豁糊的 很難的幽默 黑色幽默 好了 他就說 辯方求情說白衣人的暴動不是對抗政府 皇官就表示不接納是求情理由 對此說法不以為宴 他說 我可以回覆一些 回覆一些東西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並非主導角色 積極參與 所以就減三個月 最後就判四年三個月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說 是吧 就這樣判這個七 隨便判這個人 判了進去 我們沒有感覺 其實 真的沒有什麼感覺 對於721這件事 是不是會適言一點點 絕對沒有 三四 二三百人去參與暴動 你抓十個人 是吧 誰背後指示呢 沒有 那 是否代表公義有所彰顯呢 沒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判不判 判當然好 但是 你判了一個 還有百九幾個在外面 現在判了進去才說話 是不是 然後還有這些 不過另一方面 也跟白衣人說 準備穿草吧 你是混蛋 沒有人再照你們 告訴你 是沒有人再照你們 告訴你 你們全部變避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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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遍 有多難知道 是不是 這班如果有背景的 所有字頭 所有資料 警察有了 你老美 誇張點說 LinkedIn也可能有 LinkedIn也可能有 Facebook也可能有 警察有了資料 現在的黑社會 全部都是外圍組織 如果警察要claim budget 沒有案子 現在連騙案 騙案也突然多了幾成 每個人都出來要claim on 再沒有東西交 一年claim二百多億 budget 沒有黑暴 那怎麼辦 就找你們去埋手 你白衣人準備收拾服飾 沒有人照理 還找誰 鄉委會 鄉議會 鄉議會 鄉議會是誰 市委 省委 你老爸是習近平 照到你 你老爸是胡錦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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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之後 你中國人都不知道誰是胡錦濤 不知道誰是胡錦濤 尋找習近平 歷代領導人 一尋找 鄧小平 習近平一尋找鄧小平 好了 黎智英就有兩壇事 一壇就是外國勢力 另一壇就是所謂的欺詐罪 包括將軍澳工業村那壇事 好了 這裏就要多謝很久 有一段時間 當蘋果被人抓的時候 很多人搶購蘋果最後一日的那份報章 那時候有很多朋友 我想說那時候整個英國 整個英國倫敦 全部都是拿著那份蘋果 超多 超多 有個朋友就很好 他就寄了 哇 他一寄又不是一份 不是幾一日 寄足三日 這些都是歷史來的 值得和大家回味一下 我這裏之後都要找個位置去表起 OK 這個 6月22號 6月22號 壹傳媒去信保安局 新解凍資出糧 嘩 真是不經不覺 蘋果陪了你多久 又沒有了 6月23號 周嘉誠准報息 壞事代在好作品溫藏 OK 最後一份 我想很多朋友都學有 就是這個 港人風雨中痛別 我們撐蘋果 就是這樣的 為什麼這頁這麼大頁 這頁是什麼 有個英文版 有個英文版 OK 好 那麼 最後就是欺詐罪成 欺詐罪成 OK 那麼兩宗案裏面 就被告除了黎智英之外 還有 另外一個CEO 前CEO就是黃偉強 黃偉強 前CEO 周達權 他再有多罪 這次情況 周達權 做控方證人 轉控方證人 換取 不告他 這樣 那麼 這宗案 就現在 嘩 推到去 3月再提訊 嘩 嘩 3月 搞到5個月 搞什麼 要不要搞那麼久 現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想 被告肥好禮 我真的不知道 那麼 現在 周達權 他轉了做控方證人之外 兩宗案 都獲得 免於起訴書 免於起訴書 勾結外國勢力 以及 欺詐罪 那麼 那麼 法官表示 明白他很大壓力 5月 已經辭去董事 將所有股票 轉為Mark Simon 現在8月被捕 他認為轉控方證人是明智之舉 這樣 保釋金就20萬 去到10萬 我不知道 他跟肥好禮有沒有夾過 那麼 我 希望 是有默契 我希望 因為我不知道內情 我希望默契就 譬如肥好禮就覺得 我就預料跟他死過了 是吧 夠得一個 那麼 反正你轉不轉控方證人 他也是這樣老屈的 那麼你轉控方證人 那麼 那就 就是 死少過 死得 夠得一個 我希望是這樣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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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是這樣的情況 那麼繼續 就繼續頂住 那麼 沒有 蘋果日報 我是極少看的 講過 肥佬麗 我想很多人對於那份報紙 或者所謂辦報道德 很多建議 但是這一方面 他在香港 承擔 這個政治風險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偉人 我覺得 做不到 我覺得 一般人都做不到 我絕對做不到 好 講起偉大當然很多 是吧 612 這班也是 也不應該說這班 這班 就是全部都發聲 是吧 主教陳日君書記 大律師吳鵝爾 還有許寶強 何韻詩 何秀蘭 等等 這就是612基金案 現在就是 之前說過 不長說 就是搞來搞去 說社團註冊 說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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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結外國勢力 作為一個 團體 這樣 這樣 就爭論了一段時間 爭論了一段時間 究竟他們是不是社團 這裏我都不特別長說 控方的事情 我都沒有興趣再深述 跟大家看看 這單案 三十一號續審 即是下個星期一 下個星期一 續審 這樣說 好了 說兩句 控方說 612基金 涉及多次公眾籌款活動 涉及龐大金額交易 超過四億 尤其是涉及公眾款項 必須負上註冊的責任 令公眾可以公開 從查閱社團的資料 唉 總之就是低能 就是 講法律 人家有個不可疑 在這裏 跳來露尾 你在說人家 因為沒有註冊過社團 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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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癡 好了 這就是三十一號再看